疫情解封后,民众出国热度不减,反观国旅景气持续低迷,旅宿业更是首当其冲。 根据人力银行调查发现,与去年同期相比,超过5成2观光旅宿业者表示业绩下滑,平均衰退幅度达20%, 重灾区花冬下滑超过8成,但西部也没有因此增长,仅高平地区业者影响较少。 大概有5成2的业者表示他们业绩是有衰退的,大概只有3成2的业者表示业绩持平, 那另外有1成6的业者表示他们业绩是有所成长,平均衰退的幅度大概来到了20%, 那其中以花冬来说他们是重灾区,业者有8成以上的业者自平,他们业绩是有衰退的。 再来则是云嘉南的部分也有6成3,桃竹苗的部分也有5成, 那另外呢在高平地区相对来说比较好一点,大概只有近2成左右。 那业者他们自平业绩衰退的原因,主要呢跟我们国人旅游习惯的改变是有关系的。 那再来哦因为受到了天灾影响,导致旅游的地点也有所改变。 那接下来呢可能因为今年没有廉价,再加上我们的国际观光客变少了, 这些都影响到了我们的业者。 台南的业者普遍认为今年的状况跟往年差不多, 那我们在经过交叉分析之后是发现了, 台南他因为今年是浮沉400年, 所以他有一系列的大型活动在办理。 那高雄的业者他的相对他的表现也是比较好, 是因为他非常非常多的一些活动, 他很多的演唱会大型的活动,一半又接一半。 那反而台北市是最辛苦的, 因为台北市本来就是第一个他是不是国旅的一个旅游目的地。 当然这也是因为他的这个都市的属性哦, 那造成了现在这样子的情况, 所以台北市的业者他们的整个今年的绝境状况就会是比较辛苦的。 明年的外国观光客可能就是又是韩国独挑大梁, 那再加配合港澳韩国要他们两边是应该还是两个最大宗。 那日本因为就是日币的关系, 那你说东南亚客怎么样能够让他多进来, 就是这个当然是靠政府去东南亚去多去拉客, 但是呢又另外问题是这些客人80%只留在台北, 到中南部的呢又很少, 所以我们整个就是出了台北就是北台湾以后, 那大概从新竹以南到花东, 那还是基本上的观光业还是靠国旅来支撑为格局。 游客变少,住房率低迷,观光旅数业者也期待有更多行销活动, 带动旅游风气,包含政府推出旅游补助, 从根本提升国人旅游意愿, 以及与展览表演合作推套票, 网红KOL开箱拍摄短影音等方式最受青睐。 台湾有四千多家的旅行社的潜力是无限的, 它能够带动很多的人潮到海外去观光, 但是我也是鼓励我们的业者, 希望参与观光署的海外推广活动交流, 才能够带动我们的英邦市长。 最后还是希望是说政府都编织一点的预算, 观光预算,这样才能够带动我们整体的观光。 现在很多外国客人,尤其商务客, 他们要来台湾,他们必须要提, 回去提报告就是他们来台湾之后, 他们所,这趟旅程,他们的碳排是多少, 可是现在在任何饭店的官网, 除了一些上市柜公司, 或是他们已经有在国际上, 也有一些分公司的一饭店集团, 他们有在官网上面去露出之外, 其实对于台湾比较很多传统的, 或是集团式的饭店, 其实是还没有办法有这样子的一个数据提供出来。 其实他们很喜欢做的台湾的这些交通工具, 到处去找特色景点, 或者特色商圈,吃特色美食, 所以我觉得这个未来国际观光, 应该在地生根, 所有的商圈,所有的产业, 然后所有的文化美食, 还有观光的小旅行, 让大家知道,其实这些在地的, 都是我们台湾民众最喜欢去的私房景点, 跟私房美食, 所以我希望未来还是要办很多活动去做宣传。 以往其实本来南部上来台北旅游的人数, 就相对跟北部到东部南部区的人, 会比较上来,会比较少, 那本来人口就集中在北部, 那我想台北这个地方, 要靠这个住房率提升, 要靠国旅来提升住房率的话, 我想要一些大型活动的赛事, 密集的活动,甚至是路跑, 这些都是对整个台北市的, 这个顾虑住宿是有帮助的。 其实补助不是万灵丹, 那没有一个观光业者说, 他是想要拿补助过日子, 业者最想要的是, 好好做生意, 好好赚钱, 那所以补助来讲, 有些时候是不得以为之, 那像花东补助, 这是不得以为之, 而且是必须要做, 要加大力度做, 但是坦白讲, 花东的这些相关的旅游补助, 除了补助案之外, 我们也希望说, 针对花东能够多办一些, 大型的相关活动。 调查也显示, 目前观光旅宿产业面临的困境, 还有人力成本居高不下, 出国人数增加, 国际旅客太少, 内需市场消费力不足等, 也导致国旅陷入高价, 游客满意度降低的恶行循环。 为什么大家对于这个品质有投诉, 无非就是觉得我们期待的落差, 所以他认为说一个房价偏高, 那他认为这一个心理的一个想法, 认为不值得这个价格, 那我们刚刚也讲了, 就是你的平日的一个住房率不足, 你也不够, 所以当然假日的一个房价一定是会升高的, 那刚刚也有很多人讲到, 不管说是人工的缺乏, 兼速开的不够, 全部, 那当然还有就是政府的政策, 那如果未来国际观光客在政府的努力之下, 不管说刚刚开放的陆客, 或者其他国际人士来, 当然弥补了一般我们民宿的一个平日的营业额, 肯定呢, 就让消费者认为假日就不会这么高了, 相对的客人的一个品质的一个期待的一个我们讲的落差就不会那么大。 人力银行公关经理曾仲威表示, 人力匮乏已经成为观光旅宿业者的硬伤, 尽管成本提高仍有超过五成四的业者有意开缺真才, 更有过半业者在面临衰退的压力下为员工加薪, 期待发挥流彩的效益。 记者李熙会台北报导。